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乾坤万年歌 说一下 周旅旺就是江子牙 前两期做了中华民国的推背图的一个视频 获得了朋友们的关注 我们这里谢谢大家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订阅 转发 评论 点赞 乾坤万年歌相传是周朝开国丞相江子牙所著 但是我看到了乾坤万年歌的原文和推背图是一样的 初处还是那本1915年出版的《中国预言七种》 这则预言是该书的第一篇 除了原文外 还有关于大半原文的详细解释说明 这部预言在预言界里堪称是宏伟俱著 用了700多字笔墨 预测了跨度达到5000年的朝代兴衰 从周朝开始写 一直写到非常遥远的未来 这个乾坤万年歌采取七言律式的形式 我现在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要是熟悉的朋友不要笑话我 没有看过的朋友又喜欢猜字迷的可以给我过一遍 我觉得写的挺有意思的 而且能够简单过一遍中国古代历史 对于大家也有益处 好 我们开始 第一句我们就不说了 直接从第二句开始 说而今天下一统周 礼乐文章八百丘 串去终植传天下 却是春河欢日头 刚说了姜子牙是周朝的开国大臣 预测也是从周朝开始进行 周朝分为西周 之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 一共有800年的国运 下一句是串字去掉中间的植 那个植就是一树 那就是旅字 春河里面的春的日换成了河 就变成了秦 象征着吕家得到了秦的天下 那位说那个秦始皇不是嬴政吗 怎么变成吕家了 这个根据史记 吕不韦列传记载 秦王嬴政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 吕不韦与寒美女赵姬同居 知道她有了身孕 而盈一人来吕不韦家做客 看到了赵姬一见钟情 并希望吕不韦将赵姬嫁给她 吕不韦虽然生气 但是考虑到此人的政治前途 就顺水推舟将赵姬送给了盈一人 这时赵姬却隐瞒了怀有吕不韦孩子的事 如期生下了吕不韦的孩子 就是秦始皇嬴政 接着来 天下由来不顾久 二十年间不能守 卯作金头戴执刀 宵尽天下牧羊手 这段讲的是秦朝的国运不能长久 只有二十年 卯金刀是刘姓 羊去掉手是王 讲的是汉朝刘邦称王 一土临朝更不祥 改年换国篡平床 泉中涌出光华主 兴富江山又久长 一土是王字 篡平床 象征以毒酒将汉平地毒死在床上 这段说的是王莽篡汉 泉即是白水 象征南洋白水乡 白水乡出刘秀 讲的是刘秀复兴汉氏 四百年来耕世界 日上一曲怀毒汉 一只流落去西川 三分设计传两代 这段讲汉朝经历了四百年 日上一曲为曹 曹魏兴起 流落到西川的是蜀汉刘备 三分设计三国鼎立 蜀汉传了两代灭亡 四十年来又一遍 相传马上同无伴 两头点火上长安 唯鬼山河通一战 蜀汉四十年灭亡 铜没有一半是斯 马上就是司马 两头点火是炎字 讲司马炎取得长安 取代魏国 山河技术朴无头 杂乱中分数十秋 子中一株不能饱 江东复利做黄州 朴字没有头就是晋字 中分讲的是晋朝分为两半 子中一株不能饱 说的是司马炎之后的皇帝 没有善终 都统统短命 又点出了 诸中无人 诸中无人就是牛字 讲的是东晋的第一代 晋元帝司马瑞 是其母亲夏侯氏 与牛姓小吏所生 这个在晋书上有记载 所以司马瑞应该是姓牛 江东复利时说 东晋是在江东建业建国 相传一百五十载 找到兔儿平四海 天命当头六十年 素头盖草生好歹 西东两进 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 找到兔儿 兔儿是卯兔 所以也是刘字 讲的是刘豫建立刘宋 刘宋共六十年 素头盖草为萧字 指的是南齐的皇帝萧道成 南齐取代了刘宋 都屋君主管江山 一百年前饶几番 尔东入国人杂乱 南阁长安北阁关 讲南朝南齐南梁南辰 一共一百年时间 尔东是指南辰国主 陈霸仙 水龙木义成天命 方得江山归一定 五六年来又不祥 此时天下又纷乱 木义为羊 指的是羊坚灭南辰建立大隋朝 五六三十年 指的是隋朝只有三十年的国运 而后天下又一次纷乱 群雄并起 木下南儿火年起 一扫尘烟木义宇 高祖世界百余年 虽献干戈不伤体 木下南儿为礼 礼渊起兵为丁宠年 所以是火年 一扫烟尘木义宇是指礼堂 取代隋朝 统一天下 唐朝建立之后 有过几次兵变 但是到最后都没有使国家灭亡 子季孙城三百春 又遭杂乱四瓜分 五十年来二三亡 不真不假 乱为君 讲唐朝经过三百年 实际为二百八十八年 之后被瓜分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持续了五十年的时间 乱为君指的是五代时期 君王传位不按传统 养子也可传位 更有甚者呀 这个妻职也能传位 金珠此墓为皇帝 魏京十载遭更易 萧郎走出在金喉 稳稳清平传几世 金珠象征新亥年 后周郭威是新亥年得天下 所以金珠只代郭威 而郭威无子 遂将皇位传给妻子的侄子柴戎 此墓为柴 但是财荣当皇帝六年就去世了 所以后周只有九年的时间 魏京十载遭更易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萧郎走出在金喉 赵字是萧和走组成的 在喉年称帝建立宋朝 宋朝比较太平统一 传了数代 一遍二行士不瞧 却被胡人通占了 三百年来棉木中 三缕海内去前济 一遍二行指的是北宋和南宋 胡人指的是蒙古人 元朝取代宋朝占领了中途 南北宋一共是三百二十年 棉木为一加上木指的是宋字 去前济指的是宋朝在崖山海战之后灭亡 一众人都是淹死在海中 所以是去前济 一物为君八十载 淮南忽县 红光起 八只牛来力量大 日月同行照天下 土侯一物自消除 四海一关心采化 这个一物是原字元朝 淮南红光是指的 朱元璋出生的时候 传说是红光漫天 八和牛就是朱字 象征朱元璋 日月就是明的国号 土侯是红五年年的年份 元朝在这年失败 四海一关一句 象征改朝换代已旧换新 三百年来势不顺 虎头带土何须问 十八孩儿跳出来 苍生方德苏微困 这段指的是明朝国运三百年 虎年出现时清兵入关 十八孩儿指的是李自成 进兵北京 崇祯皇帝上吊自尽 随后清兵入关 李自成败走 最终清兵占领中原 百姓才得以脱困 我这说一下 刚才那段解释 是书中的解释 但是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继续往后看 最后再分析 相继春秋二百余 五湖云绕又疯癫 人丁口取江南地 经国重新又一千 讲到这儿 说到了清朝和民国 民国时是1912年开始 而这本书是1915年初版 所以民国之后的事 要是能预测准确的话 证明了这个权坤万年歌 还是有点看出的 书上显得是汉阎光注解 阎光自此灵 是东汉著名的掩饰 到这一句的时候 注解就说了 二百余只清说 自此以后世上未来 尚待明解 之后居然就没有了 推背图遇到未来的情况 化名金圣探这个注解者 都会有所猜测 而乾坤万年歌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没有任何猜测 他连猜测都没猜 这个阳光我感觉也是个假冒的 古代人很喜欢冒用前人的名号 既然他连注释都没给注释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后面这几句 乾坤万年歌和推背图相比之下 基本都是字迷 年份一般用生肖 还有就是国家存在这个时间长度 乾坤万年歌也是明确说明 像什么三百年来啊 八十载啊 说的比较明确 我们看一下 李自成起义后是大清 大家知道 大清国1644年建国 到1912年灭国 在中原统治了268年 所以相继春秋二百余是对上了 五湖云绕有疯癫 五湖可以理解成五湖 讲的是外族入侵引起 清朝末年的纷乱是由外国引起 以中国为中心 对外国的称谓非胡即宜 这是可以的 后面是人丁口 这是个字迷 丁口为石 可以说是蒋介石 蒋介石以南京为都 说的是中华民国的 经国重新又一签 这句话应该指的是 民国建立初期 迁都北京为首都 主建北洋政府 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 定都南京 所以啊 经国重新又一签 也能对应上 这么一看 这个大清和民国的预测 也都可以 在上面的分析 大家发现没有 有点怪 非常啊 有一种硬靠分析这种感觉啊 以现实发生的情况 硬往预言上靠 就是这种 这样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看对于民国之后的预测又如何了 说两分将界 更保守 更得相安一百九 那时走出草田来 守直金龙不欲皆 清平海内中华定 南北同归一统牌 这句话说的是南北势力各自保守 一百九十年没发生什么事 到了一百九十年 一个姓苗的人走了出来 将中华统一起来 南北合二为一 这段啊 出来以后大家就懵了 这件事发生了吗 显然从这里开始 这个预言者的预言呢 就无法与历史对应了 很多人对这段进行了解读 说是象征两岸对峙 对峙一百九十年 或者是对峙一百零九年之类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预测就是错误预测 因为它说的是南北对峙 一个是江南 一个是北方 这个对峙 并不是说的是两岸 和现在的现实情况 是完全不符合的 非得往上硬拗 我觉得也没意思 那么上面啊 我之前说 是属于硬靠硬拗那句呢 应该怎么解释更合适呢 下面我就来一个 更合适的解释 那就是李自成 在得天下后 统治了两百多年时间 出现了一个介石 或者说呀 是一个姓石的人 占领了江南 建立国家与北方对峙 一百九十年之后 一个苗姓人 出来统一了南北 这样的解释 似乎更符合乾坤万年歌 既往的行文风格 而我们再往后看 这个乾坤万年歌 仍旧在来来回回的 进行着朝代更替 一会儿二百年 一会儿一百年 和前面的朝代交替呀 没什么不同 有人说 这个顺序呀 是被人刻意颠倒了 但是我觉得呀 就算是颠倒了 和未来也不可能对得上 我们看看啊 谁知不许乾坤酒 一百年来天上口 目边一吐走出来 自在为君不动手 讲的是啊 这一百年后啊 一个姓吴的人啊 姓吴的人是皇帝 然后呢 走出来一个姓柳的人 他接替了政权 但是这个接替的过程呢 是未经过战争的啊 应该是篡位啊 篡位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又为棉木定山河 四海无波二百九 王上有人激上火 一番变更不须说 后来呀 又是一个姓宋的人呢 接替了政权 平稳的度过了二百九十年 直到一名姓权的人出现 啊 政权就开始更替了 这个此时建国又义乌 君政臣贤 垂斧扶 平定四海 西刚戈 二百年来为社稷 这段就讲啊 这个权 姓权的人 建立了元朝国啊 也叫做元国 统一了二百年事件啊 国泰民安 接着来就是 二百五十年终好 江南走出 昭头卯 一乌山河又分二 姓不全亡 莫显小 这个元朝啊 发展到二百五十年的时候 江南又出流行者 将元朝江山一分为二 在江南自立为君 接着看 两主相合百忙中 智势能人一某功 智势能人一某功 这句经过两方和谈 两个政权又合而为一 谈成这件事 这个人的名字中啊 有个红字 接着来 接着来 是江南江北 各平定 一统山河似海铜 二百年来为正主 一度颠位 猴上水 别之开花 果而红 复取江南 如旧许 二百年来 衰弃运 任君保重 成何计 这段讲二百年后 那个猴年 又一次出现了 江南分裂的情况 这种情况 持续了二百年的时间 继续看 水边田上 米郎来 直入长安 为皇帝 行人行义 立乾坤 子子孙孙 三十世 我今只算万年中 再富循环 李无穷 知因君子 享此数 金谷存亡 一贯通 这个乾坤万年书 最后一段 讲的这个统一天下的人 是水边田上米 是潘字 姓潘的人 入主中原 成为皇帝 又经历了三十世 预言 全部结束 后面这一大段 大家感觉扯不扯 年份 我刚才算了一下 都达到了 三二四二年了 差不多 下面我就 对这个乾坤万年哥 这个情况 做一下总结 第一 这本书 一定不是姜子牙写的 首先 西周文字的写法 与繁体中文 是不同的 用文字字迷来解 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认为 另外 诗文采取律师 这个七言律师的 这个形式 也不对 因为当时西周写诗 不应该是 有这个七言律师 这种结构 这个周朝的诗歌 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们听一段录音 感受一下 这个周朝 出现的诗歌 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二 前文我们分析过 预测从清朝 就开始不准了 说明该预言 应该是明末作品 我这里有个大胆的猜测 这个乾坤万年歌 应该是李自成 起义军 军中有文化的 这么一个人写的 目的是为了 是为了壮大 起义军的一个声势 讲李自成 是天选之人 上映天术 诗出有名 这个很多预言 被封建统治者封禁 就是因为 它的出现 代表了一些百姓 推翻统治者的这个诉求 所以啊 大多数预言 都有其政治目的 大家在解读预言的时候 如果考虑到这一层 则很多虚假预言 很容易就一眼看得出来了 第三点 除了有关清末民初预言 全然不准之外 它之后的预言 仍然是按照 古代政权交替 这么个模式进行预测的 一直到万年歌的最后 都没有任何关于民主宪政 这些出现 这点与推背图相比 就逊色了很多 所以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伪作 最后第四点 这个自李志诚之后 这个朝代的年份呢 少则都是一百年 这就说明了 作者呀 在李志诚之后啊 也懒得详细写 这个朝代的更迭了 几百年几百年的 往上凑数 这也说明 它是伪作的 可能性啊 极高 以上四点 是我的一些观点 所以啊 我感觉用乾坤万年歌 作为预言当代事件的佐证 是不严谨的 起码啊 我觉得它是不好的 好 这就是 及格为大家带来的 这个乾坤万年歌的一个解读 这个解读啊 并没有得到啊 对当代时事的一些指南 有些许的遗憾 但是啊 能证明出 该预言呢 多半为伪作 这个预言的伪作 十有八九 政治目的啊 作为多为作者考量之用 所以啊 很多预言 后事啊 也被篡改 找到原文啊 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好 欢迎大家继续 关注我们的频道 怪论奇谈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